大家好,欢迎收听俺播足球快讯 近日起比甲姓陶尔登效力的香川珍斯已返回日本 目前正随劳动家大阪櫻花一同训练维持状态 他于今天在大阪櫻花训练场接受了采访 对于日本世界杯前景 香川珍斯表示 我觉得日本环系处于一个不错的分组里面 并非只是说首战对阵德国很好 而是这个分组所有的对手对于日本来说 都是不错的安排 但无论对手是哪一个 日本都需要全力应对 努力打好揭幕战 坦吉连续出战三届世界杯的可能性 他就接着这样说 我会努力保持好状态 以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新赛季中 希望在赛季一开始就能有所作为 首先我还要在球会表现出良好的状态 不断练习以随时做好比赛的准备 对于目前和圣徒已得磨合的情况 香川珍斯表示 目前已经本上对球队有一定的了解 因此对自己下赛季成为球队的核心 有了一定的信心 个人感觉比较进攻组织方面 环境有一些欠缺 所以比较容易吸引一些 个人能力较强的队员 我认为这个地方比较适合日本球员练级 多谢收听 记得like和share我们的片 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给like 和要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再share给你的朋友看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